是 站住 你们干嘛 干什么 别跑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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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跑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干嘛 大奶奶让我给你捎句话 你们家想要人参 积善堂有的事 想要多少有多少 可你要是不识相的话 你们离我远一点 我没时间跟你们浪费口舌 官后谱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以为官家是什么人 我说过了 我说过的话不会改变的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也是一样 你真是贱人上不了高台啊 龙家对你已经够客气了 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就别想活着下山 来呀 有种的就在这儿把我弄死 好啊 安住他 干嘛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知道 你干什么 我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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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遍 我说了 我不答应 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 你真不知道龙家门朝哪开 下次你再敢说一句不答应 我就要了你的命 龙大奶奶想要干成的事 还没有一件干不成的 你在这儿好好给我想清楚了 走 我儿子 你再疼? 你再厨? 我儿子 你再疼几次 你再疼准 然后你们再疼净几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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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后伯 静心 我是连生 后伯 我是连生 后伯 后伯 你离我远一点 好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 我知道你有危险 我一路赶来找你 滚 你小这么假惺惺的 来玩硬的又来软的 我再说一遍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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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家都是卑鄙小人 那 那 那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就算是我大娘对不起你 那也跟我没有关系呀 再说了 你要是不喜欢我 当初为什么救我 后来我脚伤了又对我那么好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不知道我是谁 那绣球鞋呢 绣球鞋你为什么接了我的绣球 接了我的绣球 就是要娶我的 现在又不娶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呀 好 我 我对不起你 霍伯 我没做错什么 我知道你有危险 我知道小三他们在追踪你 我怜逼待吓地 让他们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自己一个人在身上 找了你一天了 可是你见着我又这么对我 你就这么讨厌我呀 我 我没 我没那么想 老婆 你 虽然 我从小在深寨大院里长大 好像什么都有 但我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连个朋友都没有 但自从见到你 我就觉得我们是在哪里见过 就觉得我们很亲很亲 就好像 好像你是我哥哥 好像你是我哥哥一样 你想想 我们一定是有缘分的 先是你救了我 然后是 在绣球节上你接了我的绣球 你觉得这不是天意吗 不 我 但是我现在是 这一天 我们会绝对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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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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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你 我 你 我 我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会娶你的 对不起了 为什么呀 我打也被你们家人打了 我脚趾头也被你们家人割了 我现在伤成这样 这笔债也还够了吧 就是因为周景欣 是因为周景欣吗 就是没周景欣 我也不会娶你 我不会跟龙家经营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 我不讨厌你 我只是不喜欢你 后博 三儿 大奶奶 找着小姐没有啊 没 还没有啊 快去找去 好 没事的 没事的 小姐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连生 你上哪儿去了 家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找你呀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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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好 不哭 不哭 来来来 坐下坐下 来 不哭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谁欺负你了吗 后博不要我 后博不要我 你去找他了 我去山上 好不容易找到他 结果他跟我说 他不想见我 大娘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 他不想见我们 我们还不想见他呢 是不是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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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你为什么要那么对他 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你这么对他 他怎么可以娶我 你也太狠了 就算他对不起我 你也不能那样对他呀 你怎么可以 剪断他的脚趾 我 什么 你剪断他的脚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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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为了连生吗 他 他连命都不要了 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嘛 所以 可 可你不应该啊 他宁愿剪断脚趾 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可我这是怎么了 这辈子 除了他 我谁都不见 就算是 这辈子 这辈子 你 这辈子 这辈子 我 这辈子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周静心 周静心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周静心 这下你高兴了吧 什么样 什么什么样 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龙家丢大脸了 都是因为你 龙小姐 龙小姐什么呀 我告诉你 自从后普接了我的绣球 他就是我们龙家的人了 你以后别来找他了 走吧 走吧 你说什么 我跟龙家没关系 永远没关系 后普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人生 善好的人生 别再猫哭耗子了 我用不着你们龙家的东西 我是一批好心 你怎么 我本来也不喜欢你 我现在告诉你 我讨厌龙家的人 你快离我们家远一点 离静心远一点 走 来 小心点儿 慢点儿 来 坐下 让我看看你的脚 别别别 脏 脏什么脏 让我看看 早孽啊 早孽哟 我们惹不起龙家 惹不起 现在这钥匙越来越难采漏 你看看 我累得是腰酸背痛 你看看 爹 婆婆 才采到这个东西 你看这是什么人参啊 关太夫 药我去弄吧 这里有饭菜 你们赶紧吃吧 好好 你说我怎么不怨他 都是因为他 他的命不好 奶奶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是龙家他们伤天害理 关静心什么事 我要告龙家 你告龙家 你怎么告啊 难道 我们就这么吃个哑巴亏吗 那 那你还不如打死我 我眼不见为继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跟静心无关 你不能怪他 村里的闲言碎语 你是听不见 为了他 他 你把他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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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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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仆 敬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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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脚 奶奶是急糊涂了 你别往心里去 奶奶说的有道理 奶奶这么说就算了 连你也这么说 这算什么道理啊 你以为我 会为了点钱 就跟龙家人结亲吗 别说有你 就算没有你也不可能 他们砸了我的医馆 把我弄成现在这样 我怎么可能 你别急啊 唐貌 只要你以后 别说这种气话 我什么都行 可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你别傻了 你能来看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儿三七 这就是三七 这三七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快 不想强调 我把这个帮你拿进去 要不要我把这个帮你拿进去啊 你 你觉着你拿进去 关奶奶会收下吗 关奶奶不收 那后普怎么用这些药呀 可是你们龙匠人把它害成这样的 那怎么了 帮我甩事呀 再说了 关奶奶还收下来我送的人参呢 怎么样呀 要不要让我帮你送进去啊 说话呀 走吧 走吧 你又来干嘛 我怕你脚上的伤止不了血 特地到山上采了一些草药给你 还差点从山上滑下来 三七 三七 是你踩的吗 嗯 不用你们嫌殷勤 后普 我都想好了 无论你再怎么对我凶 我都没什么 因为我知道 是因为我们家的人 才把你害成这样的 不过 就算你对我不好 你也不能阻止 我对你的好 说完了 我先走了 你看 人家龙小姐给你送来了人参 又上山给你去采药 不管她家里人对你怎么样 可她对你那是一片真心哪 你倒好 你也不知好歹 你们不知点 你不知别的 我别说我 可不得了 我老婆 我知道 只要没有周静心 你就会对我好了 是不是 只要没有她 没有周静心 你你你 快去快去 把二爷的药拿来 是 快点快点 大夫来了 大夫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出什么事了 大小姐 您怎么才回来啊 二爷他又犯病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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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判断 爹 你 船 隔了 你 서울 水 东北 江湖 喜欢 他 他 是 summers invis 二爷 还不是为了关后谱的事 跟她争了两句 她就 大娘 要我说 关后谱那事你也太狠了 有什么狠的呀 为了你跟武生啊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只不过捡了她一个脚趾头 如果再过分的话我就 你救你救你救什么呀 你还想娶她性命啊 这可说不准 如果她再过分的话 我肯定会这么做 走吧 大娘 你说咱们家最近出了这么多事 是不是像中了邪似的 中邪 以前你跟我说这些话 我都不相信你 现在我可相信 七月初七生的女儿就是可恋 我早就这么说了 你们还不信 可是大娘 您这样做不对 您现在这样做 等于放火归山啊 这什么意思 您想呀 您把她退了婚让她回家 这不就等于是放火归山吗 您以为您这样把她放了 她就能饶过您了 您别忘了 她可是您的客信 无论她在哪儿 她都不会放过你 不会放过咱们家 您想啊 要不是她 后部也不会这么对我 您也不用这么为我担心 我爹就更不用跟着这么着急了 周景欣这个可惜 既是太盛了 您这样把她放走了 咱们家以后 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 我今天去庙里求了个签 你猜大师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大师说 咱们家就是有小人在作怪 必须得把小人看住 镇住才可以 所以说 您还得让周景欣回来 回来 您别着急啊 什么呀 等一下 你看 这不是个福吗 大师说了 就用这个福 就能把它给镇住 所以说 还得让周景欣回咱们家 得把它好好押住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这回又不是让我哥娶她 是让她回咱们龙家做下人 正好 她该欠了咱们家钱呢 让她回来做下人 这可还债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大娘 大娘 这就是所谓的 以毒攻毒 不行不行 我一看见那个女人就烦 叫她离我远点 大娘 大娘 爹 臉上 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呀 難看嗎 沒事 爹 我可求求你了 以後你可不能再激動了 這病剛好點 萬一再病倒了可怎麼辦呀 你剛才和你大娘在說什麼 還不是說那個周靜欣 他 他太可憐了 自從咱們家給他退了親之後 他回到他們家 他們家人都不給他飯吃 這在外面又找不著活兒幹 而且他還欠了咱們家這麼多錢 您說他什麼時候能還上呀 好 這樣吧 我跟你大娘說一聲 叫他把那錢免了吧 免了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大娘那脾氣 他怎麼肯啊 大小姐 二爺的藥好了 啊 下去吧 嗯 再說了 就算是咱們把他的錢都免了 那他也活不下去啊 現在外面的人都怕沾上他 招著他就怕惹上一聲晦氣 要我說呀 倒不如讓他回咱們家來 回咱們家 回了咱們家當下人 好歹也是他活路啊 什麼 周靜欣今天回來 對啊 我特地來告訴你一聲 到底怎麼回事啊 就是你搞的鬼 什麼就是我搞的鬼啊 我有那麼大本事嗎 是大娘說的 大娘說 與其把這個克星放虎歸山 都不如留在家裡 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好鎮住他 少來這趟 你糊弄得了我娘 糊弄不了我 騙不了我的 什麼鎮住他 你是擔心觀後普 去找他吧 你 連生我勸你 有些事情 是勉強不來的 勸我 你想得到你得到的了 你現在當然說風涼話了 大娘還不是不讓你學醫嗎 你不是張揚人大道了嗎 咱們兩個人彼此彼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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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静心脉与龙家为仆 今后誓死誓活与本主无关 死为死器 这让我怎么对得起 我那死去的姐姐啊 你怎么不想想 对得起我和儿子吗 景心在龙家当下人 我们送出去的彩礼钱 就算一笔勾销了 你要是有本事 把这笔钱还了 我就跑到龙家 把这契约给退了 周静心 过来 瞧你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自从你来了我们家 就闹得鸡犬不宁 现在还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真是火不大一处来 跟你说了多少遍 进我们龙家的门 就要守我们龙家的规矩 不然不光是烙印这么简单了 听见了吗 是 大娘 我身边人少 要不然 您就把他留在我身边伺候我 我也好帮您调教调教的 我屋里缺人 把他给我吧 反正你早晚还是要嫁人的 用得着留这么多人吗 你屋里什么时候缺过人呀 我屋里什么时候缺人 需要跟你汇报吗 你都还没有出嫁 就这么等不及开始管家了 龙武生 你怎么说话呢 张口闭口就要我出嫁 你就这么等不及我在家里呀 我爹的病还没好了 你就急着想 好了 武生 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 我没有说假话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你心里怎么想 别以为我也不知道啊 你 都给我闭嘴 你个丧门心啊你呀 自从你到我们家来 就弄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 连生 那些人都贴了没有 大娘 都贴了 都贴柴房了 不够不够不够 告诉大师 多画几幅到处都要贴 我看他再怎么兴风作浪 大娘 那他呢 留在武生房里伺候吧 哥 贺博 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想看看 看看你的伤有没有好点 用不着你看 你们龙家人 最好离我们远一点 你对我这么凶干嘛呀 周静心去我们家当下人 又不是我的错 静心怎么了 他去我们家当下人了 你不知道啊 胡说八道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啊 契约都签了 你要不信的话 你去问他舅舅去 他们家人可高兴了 这下他们家欠我们家的钱 就多不用还了 什么 你们伤天害理的事 还做得不够吗 怎么伤天害理了呀 后普 你想想 他去了我们家以后 吃了喝的 哪一样不比他们家强啊 不行 不行 后普 后普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你能去哪儿呀 再说了 就算你去了 我大娘也不会让你见她的呀 走 你给我出去 给我走 我不想见你们龙家人 关后婆 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的 你还有什么事 你口口声声说 是我们龙家人对不起你 你知不知道 就从你抢完心以后 我爹的病情就加重了 现在他躺在床上动不了了 你就一点亏救心都没有呀 我说你什么了 你爹什么病 不知道 大夫只说是急症 所有的药方都用过了 就是不管用 我从小娘就走得早 就我爹这么一个亲人 我告诉你 我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跟你没完 你爹的病是什么症状 你们说话 我怎么帮你爹治病啊 你不是恨我们家吗 你肯为我爹治病啊 我是大夫 我知道该怎么治病 别耽误时间了 把你爹的症状 仔细跟我说清 你爹的病 乃是痰热雍胜 偶欲风寒 使肺气不鲜 里热外寒 温邪犯费 致使高热神昏 在他正服用的 这几味中药里 再加入我开的这几味药 给他服下 但你要记住 这几味药是以毒攻毒 可能会有危险 喝下之后 一定要小心照看 一旦病情有变 马上来找我 那么多医术高明的大夫 都束手无策 后补的药 真能治好我爹的病吗 不过十里八乡 那么多人的病 都是后补治好的 事到如今 不如试试 说不定 真能救下爹 后补那么恨我龙家呢 他会真的救我爹吗 万一他 不 后补不是这样的人 他说过 他是大夫 他对症不对人 但是怎样 还能再抓住 老师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呢 � 快去呀 小姐 药好了 想 trumpet 爹 來 咱們喝藥了 來 叫 嗨 四 饒 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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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那杏州的女人根本就是个扫心 自从她进门以后 咱们二爷的病就越来越重了 大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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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生 来来来 连生 连生 这儿有我在 你回去歇着吧 不 大娘啊 我不来 我要留下来守住我爹 你就回去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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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秦大夫 快去啊 爹 爹 都是我对不起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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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得救救我 爹 廉生 廉生 李大夫 这到底怎么回事 吃了您的药之后 不但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 吃了我的药 是啊 吃了您的药 不对 这是谁见的药 廉生 这药是谁见的 周静新 周静新 住手 你想销毁证据啊 什么证据啊 二爷喝了你煎的药 昏迷不醒了 这个药 周静新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轮不到你说话呢 三爷 你把这药拿给大夫看看 我带他随后就来 是 三爷 周静新 大小姐 这药可是你给我的 这要是我给你的 那你知道谁给我的吗 谁给你的 是厚普 厚普 他给你这个药干嘛 我能拿这个事来骗你吗 喝药的是我爹 要死的是我爹 我能拿这个事来冤枉他吗 我实在遭到乌鲁了 就去找厚普 药方是他开的 药也是他吓的 我太相信他了 我就把药方拿回来了 是他 是他想借着我的手 杀了我爹 不可能 我不是大夫 他是修人的 他怎么会害人呢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大小姐 你冤枉他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太恨我了 是他太恨我们家了 什么 我冤枉下你 他这下誉 他在乌鲑 是共识的 你的 是你的 你 很可笑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YK